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指导 花联县政府主办的 欢乐嘉年华暨法令宣导活动 25号上午是在中华国小的大礼堂举办 以原游会、游奖征达、闯关游戏等方式 让许多民众了解到富有关怀、环保资源、 社会资源福利等相关的资讯 花联县政府社会初25号上午在中华国小大礼堂 欢乐嘉年华暨法令宣导活动 7个有关法令以及富有关怀等等的行政单位 也都是有闯关相关的游戏 让民众借由互动的模式更了解自身的权益 如果路上有一个陌生的阿姨 她给你谈火你要不要吃 那如果有一个阿伯要牵着你的手说 走我们去玩 你还不要去跟他玩 也不要 那我们这时候你要打几号专线 因为你也可以 如果说你有看到有那种新招牢案件要打几号 对 你懂得唱 自从我国全面开放外籍劳工合法引进后 来自各国家的劳动朋友 也共同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不仅填补国内继承劳动力的缺口 也协助减轻家庭招呼的重担 花联县政府社会处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外籍配偶 劳工雇主 妇佑等 能够更加了解相关的法令 维护自己的权益 记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道